同学们好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第九章 负债 会计对象要素 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 收入 费用 利润 那资产部分在前面的一些章节都已经却完了 内容也是最多的 相对来说也是最重要 我们看一下负债 考经分析 涉及的就是负债会计要素确认计量记录问题 这一章近三年考试分数不高 两分左右 相对来说不太重要 主要的考点就是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时资本攻击股本溢价的计算 我们学习这一章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个以供应价值计量且其变动技术当机损益的金融负债 和其他负债会计处理的区别 那主要说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金融负债发生的相关费用 是即当期损益投资收益 剩下的应该进入到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 下一个是应付债券账面价值的计算 或者是应付债券贪于成本的计算 以及说应付债券每一期确认的利息费用的计算 主要这个问题 然后是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核算 相对来说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核算更重要一些 今年的教材基本没有变化 负债这一章一共是有两节内容 第一节流动负债 第二节非流动负债 其实我们资产也会涉及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那负债也是一样 你看资产负债表列报时 资产也是先流动 然后非流动 负债的也是先流动 后面非流动 典型的一些区分流动非流动 就是在一年或长于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之内 要偿付的 或者是超过一年一个营业周期偿付的 一年之内的那就流动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流动 这是在财务报告时 大家再去看 好下面我们看第一节流动负债 在这一节要谈的问题 一个是短期借款 第二个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移的金融负债 第三是应付票据 第四是应付及预收款项 第五是应交税费 第六是应付利息 第七是应付鼓励 第八是其他应付款 从考试来说 流动负债部分不太重要 一般考试往往不怎么出题 但是基础版讲还是要说 我们先看第一个短期借款 那你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介入的 在一年之内要进行偿还的借款 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的科目 只是核算短期借款的本金 增减变动情况 那短期借款当然要付利息 如果数额比较小 可以直接发生时支付时计财务费应 数额比较大的要预提 预提时是通过应付利息科目来核算 所以短期借款只反映本金 并不反映利息 应付利息是一项流动负债 也就是肯定在一年之内 要进行偿付的利息 那第二个问题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移的金融负债 那这个负债呢 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类 一个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还有一个指定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移的金融负债 这么两个 当然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 我们大类分成两块 一个就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移金融负债 还有一个其他金融负债 就一个是公允价值计量的 那剩下的那些不是公允价值 是历史成本的属性 好我们下面看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移金融负债的会计处理 在初始计量时 我们核算时是用交易性金融负债的科目了 就跟金融资产部分谈到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移金融资产 核算时用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一样 那这个是交易性金融负债科目 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相关的交易费用要直接把它进入当期损移 这也就是说把它进入到投资收益 这为什么寄投资收益 是负债呢 你怎么不计财务费用呢 其实本质上它是一种投资的行为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融券业务 我们要是从证券公司借来股票 借股票你以后要进行归还的 但是借股票不是白借要复利期 还有什么抵押品什么的 这不展开说了 你借来的时候做备查 然后把股票卖掉了 卖完之后 那你收到的钱 借银行送产贷交易性金融负债 你卖股票是当然有些交易费用 那就投资收益呗 接下来就判这只股票快跌快跌快跌 跌完之后再买回了 买回规划证券公司 这不就是一种投资行为吗 那交易性金融资产说的是 我有钱买股票 买完了之后就说快要涨快涨快涨快涨 涨完之后再卖出去赚这个钱 那都是投资行为 所以发生的交易费用反映到投资收益里面 这个概念我们要知道 后续计量 资产负债表日 按交易性金融负债的票面利率计算利息 短期融资券 也是这种方式 那这关利息呢 也是反映到投资收益 都是相当与投资相关的这种事情 借投资收益 代应付利息 资产负债表日 交易性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变动也寄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里面 那我们可能是借交易性金融负债 代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或者做相反的愤怒 就像刚才所谈到的 如果证券公司借了某只股票 市场上卖掉了 卖掉时呢 代方交易性金融负债 就盼着股票价格往下跌 跌按供应价值计量了 那就会借记交易性金融负债 供应价值变动啊 代公用价值变动损益 这不就相当于赚了吗 以后你按照这个往回买啊 就赚钱了 处置 就偿还 或者这个事情已经终止了 那借交易性金融负债 成本供应价值变动 在银行存款 出现的差 投资收益 不说吗 它类似于一种投资的行为 同样要把持有期间的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得转投资收益 如果不转投资收益 同样算出的投资收益数就不对 所以要转投资收益 你转的时候 是借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带投资收益 或者做相反的分落 看一个例题 2015年10月1日 甲公司经批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按面值公开发行100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 期限为一年 票面年利率为8% 每张面值为100元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甲公司购买生产 进行所需的原材料及配套件等 甲公司将该短期融资券指定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机损益的金融负债了 我们假定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的交易费用是1000万 那就1000万我们要寄到投资收益里去 2015年12月31日 该短期融资券市场价格每张是108不含利息 16年3月31号市场价格每张105也是不含利息的 6月30号每张是103也是不含利息 16年9月30号 融资券到期 对付完成 那假定呢不考虑其他相关因素 且甲公司按季度提供财务报告要求 编制甲公司从发行短期融资券 置期到期的会计翻录 我们先看在15年的10月1号发行短期融资券 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当时呢是100个亿 然后交易费用是1000万 1000万要寄到投资收益里面 然后银行存款99亿9千万 交易费用寄投资收益 15年12月31号 确定供允价值变动和利息费用 那这里面 要按照供允价值计量 对他进行调整 原来的时候 在2015年的12月31号 市场价格每张呢 现在是108 原来每张是100 所以我们现在要调的就应该是8 那就借供允价值变动损益 代交易性金融负债 8个亿呗 我们看利息部分 要反映到投资收益里面去 借房借记投资收益 代方代应付利息 年的利率是8% 一个季度就是2%呗 我们一共是100个亿 2%两个亿 两个亿的利息 所以会借记投资收益代方代应付利息 两个亿 16年3月31号 每张变成105了 原来是108 所以我们得借记交易性金融负债 供允价值变动 代供允价值变动损益3个亿 利息呢 把它确认投资收益还是一样的 借投资收益2个亿 代方代应付利息2个亿 16年6月30号 105到103 又得往下调 借交易性金融负债 供允价值变动 代供允价值变动损益2个亿 这一个季度的利息 借投资收益代应付利息2个亿 16年9月30号 我们利息 说借投资收益代应付利息2个亿 然后把交易性金融负债成本 反映的是 100个亿给冲了 有供允价值变动3个亿 然后把应付利息合在一块的 一共是有8个亿 银行存款付出的108个亿 差额的反映到投资收益3个亿 要把原来持有期间形成的 供允价值变动损益 转投资收益 所以借投资收益代供允价值变动损益 那其实这个例子本身呢 核算分路不重要 我们主要关注的 交易性金融负债发生的相关费用 要寄到投资收益 确认利息时也反映到投资收益 最终的终止时 要把原来的供允价值变动损益 也要转投资收益 关注这个就可以了 好看下面的多选题 关于交易性金融负债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A企业承担交易性金融负债时 发生的交易费用应进入投资收益 这个没问题啊 交易费用是要反映到投资收益里面 B企业承担交易性金融负债时 发生的交易费用应进入财务费用 不是财务费用 不要说认为负债好像是利息性质的 它不是 它本身类似于一种投资行为 C企业承担交易性金融负债时 发生的交易费用应进入负债初始确认金额 交易性金融负债不是的 但是其他负债发生交易费用 要进入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的 D资产负债表日 按交易性金融负债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 应借记投资收益代应付利息 这是对的 利息你不要反映到财务费用里面来 所以A和D正确 第三个问题是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 是企业开出的 商业汇票 我们把它分成商业承队汇票 银行承队汇票 付款人承队的是属于商业承队汇票 要是由银行承队的叫银行承队汇票 那票据的利息应付票据这一块与付款人相关的 把它记录到财务费用 大致知道这事就行了 考试的不会说考你应付票据 第四个是应付及预收款项 那这里会谈到一个是应付账款 另外一个预收账款 我们先看第一个是应付账款 由于购货业务 或者接受什么劳务应付的款项 那应付账款 我们一般按照应付的金额来进行入账的 比如说签合同 合同的金额 而不是说按照到期额再进行折线来进行入账 要是有现金折购 销售商品 那涉及到有销售折扣 你购货方这边是购货折扣 这都属于现金折扣 有现金折扣情况 应付账款在入账时 同样是总价法 按照总的金额来反映 对于现金折扣只有实际发生时 那对于应付账款这一方债务人 去充减财务费用 销售方那边把它记入到财务费用 那前面也说过 我计算现金折扣时考虑不考虑 增值税 体理会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说是将来实际获得现金折扣时 把它充减当期财务费用 是发生时 然后再有 要是接受捐赠 那你看一看是不是与股东相关的 如果是与股东相关的 或者是与股东控制的这个子公司相关的 那得算他的资本性投入 把它寄到资本公金的资本一价 股美一价 如果说 接受捐赠这种情况根本不认识的 那你没问题 我们就把它直接寄到盈利外收入 那下面说 你要欠别人的钱 形成应付账款了 股东或者他控制的子公司代为偿还了 道理一样 我们要算他的投入 资本性投入 比如借应付账款 带资本公金 那如果说 我们欠别人的钱 最终真的不用还了 也不是什么股东 原来也不怎么认识 就是他已经不存在了 那你是盈利外收入 所以要看情况 反正原则就说 假如是我们得到的钱 与股东相关系 那是他的资本性投入 或者是负债欠人家的 因为股东关系不用我们还了 或者股东控制子公司 也要寄到资本公金 算他的资本性投入 那接下来呢 就说说 应付账款跟预付账款之间的这种关系 考试虽然一般注释考试不会设计 但是学会计这种概念要清楚 就说如果说购货业务 企业不设置 预付账款 预付货款的业务 要通过应付账款来进行核算 比如说企业 按照合同 预付供应单位款项 一千万那就借计预付账款 代银行存款一千万 供应单位发来材料了 两千万 增值税呢 有三百四 我们核算时是借计原材料两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行税个三百四 代方呢 不要说预付账款一千 然后再反映应付账款一三四零去 那样不好 理论上是对 没问题 但不好 因为将来有个对账的问题 对账的时候呢 往往按照我们结算的发票上的金额 你想如果一个再往来反映的是一千 另外一个是一三四零 这个数字 有时候计算机查询 按照这金额 那不好办 所以做法是 往来的开始一旦形成 没有结算完之前 都通过这个往来来核算 那我们就直接 代方预付账款二三四零 这样来处理 然后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两笔发生了 你会看到 预付账款所属的明细账 有代方余额了 一三四零 那如果预付账款 有代方余额 报表上 该是资产是资产 该负债是负债 那报表上显然得放到负债里去 得把它反映到应付账款项目里面去 那为什么是这样啊 人家给我们的东西 价税合计二三四零 我们只是给人一签 那不还欠人一三四零吗 显然是由于购货这种行为欠的 所以就是应付账款 也就是报表填列时 预付账款所属明细账有余额 在代方的应该填到应付账款项目上去 如果是借方的才属于预付款项项目来填列的 这是一个问题 按照规定 预付货款业务不多的 企业可以不设置预付账款科目 而把预付的货款通过应付账款科目来进行反映 你不要通过什么应收账款 说我预付了那是我资产应该是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核算的是销售业务 你也不要通过其他应收款 但是其他应收款是一般日常往来的 而这不是这属于购货 应付账款跟预付账款是反映购货业务的 所以不设置预付账款 预付货款业务就反映到应付账款里面去 那好了 要是把它替换成这个的话 你看第一笔业务发生的分路就应该借应付账款 带银行存款一千 在第二笔业务没有发生时 你会发现 应付账款所属这明细账余额就会在借房 那借房报表你说得一望脑田 报表他是资产还是负债 资产啊 我预付呢 还没有收到对方货物吗 所以当应付账款所属明细账 有借房余额时 报表上要反映到预付款项里面去 报表叫预付款项 那就这样 好了 那你再看等到第二笔业务发生之后 就感觉很正常 借原材料两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购三百四 带应付账款三四零 这样应付账款所属明细账 贷房就出现了一三四零了 那就真正的是应付账款 所以顺便的说一下 因为我们毕竟也是有资产负债表 填列的问题 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项目 在某一个资产负债表里的余额 那应付账款项目在填列时 报表都叫项目 我们核算时叫会计科目或者账户都行 不是根据总账来填 要看明细账 就是应付账款预付账款 与购货业务相关 两者所属明细账的余额要是在贷房的 每个都得看到那明细账 余额在贷房 那就是应付账款 两者所属明细账的余额在借房 那就是预付款项 报表叫预付款项 名字账户跟报表项目 不见得完全叫法一样 我们核算时 比如说预付账款科目 但报表预付款项项目 而不是根据总账来 若干年前我碰到一个单位 那时候报表项目叫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资产负债表上填负的了 因为它根据总账填的 我说你这填的不对 他说我要不填负的 这报表不平 它根据总账来的 那不是 得分析它的明细账 这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再看下面的预收账款 预收账款是与企业的销售业务相关的 而前面说预付账款是购货业务 预付账款应付账款购货业务 预收是销售业务 根据合同 先从客户那边收 然后给客户提供自己的产品 这样一种行为 那这里也说 如果预收账款业务要是不多的话 也可以不设预收 不设预收时 就把预收的款项寄入应收账款科目的代方 你就不用设预收账款了 那前面也谈到了像预付货款业务不多 也可以不设置预付账款 直接反映到应付账款里去 这个都一样 就是应收账款预收账款 与企业销售业务相关 你不要说 我预收别人的款项 怎么还是应收账款呢 你应收账款 如果再代方的话 它本身性质就是一种预收 比如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图 按照购销合同 预收客户款项2000 那你要设置预收账款时 借记银行存款2000 代方代预收账款2000 没问题啊 预收之后 要向客户提供自己产品 那确认收入了 所以你看收入确认 可能会减少负债 预收账款 代方呢 负债啊 那就充减呗 假定 产品的收入是3000 会有代主营业务收入3000 应交税平交增值税 肖项税额500亿 同样呢 在预收账款的借方 我们要反映的 最好就是3510 这样呢 将来对账时 会知道我们现在发票数是3510 如果说你反映了预收账款2000 把原来代方冲掉 另外一个再反映到 应收账款借房1510 理论上说没问题 但不好 那我们往下看 做完之后 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第二笔又发生之后 预收账款所属明细账 现在就出现了借方余额 借方1510啊 那它的性质是什么呀 客户给我们2000万 我们提供产品 价税合计3510 多着1510 当然是应收账款 也就是说 预收账款所属明细账的余额 要是在借方的 那应该是 应收账款项目去填列 就这么个事 刚刚说 预收货款业务不多 预收账款可以通过应收账款 来进行核算 我们再看一看 如果没有设预收账款 用应收账款来进行反应 预收客户款项2000万 借银行存款2000 贷方贷应收账款2000 在第二笔业务没有发生的时候 会发现应收账款 贷方有余额2000 应收账款贷方有余额了 报表上得反映到什么地方去 是反映到负债 还是去资产作为负的来猎报 那肯定是负债 所以要反映到叫预收款项 报表上 应收账款所属明细账 余额在贷方 预收款项 当第二笔业务发生之后 我们会看到很正常 应收账款 借方3510 扣掉贷方的2000 变成借方1510 那真正就是应收账款 所以再次说一下 你要不设置预收账款 预收货款通过应收账款 不能是应付账款 因为应付账款是购货业务 这是销货业务行为 不能反映到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是一般正常往来 这不是往来的事 这是卖东西的事 别搞混了 那报表填列时 也会看到应收账款项目 预收款项目 不能根据总账 也要根据明细账 来考虑 我们看报表上的应收账款项目 要根据什么来 一个就是应收账款 所属明细账 借方余额合计 你应收账款 所属明细账 借方呢 当然是应收 然后预收账款 所属明细账 借方余额合计 就是预收账款 所属明细账 有借方余额了 性质 它就是应收 那报表上该是什么项目 就得反映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然我们报表上的资产 是按账面价值来列报的 资产账面价值 在确定时 要把资产已经提的准备给扣除 所以减去 与应收账款有关的坏账准备 账方余额 要把它给扣除 这就是应收账款项目填列 要出比较简单的这种单选题 是可以出的 就注册会计师考试 不是说题都很难很难 你看我们最近两年出过 折旧范围 那多简单啊 还出过有现金折扣的计算 这题都出过 那这是知道一个概念 那如果应收账款 所属明细账有贷放余额了 那这种情况 大家知道 就是在不设置预收账款的情况下 预收货款业务 通过应收账款核算时 应收账款所属明细账 就可能会出现贷放余额 当然预收账款所属明细账 也可能会出现贷放余额 那正常啊 出现贷放余额 它的性质是负债 所以要把它反映到 预收款项里面去 那注意这样的问题 第五个大的问题 应交税费 内容看着比较多 但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这部分并不是太重要 因为有一些其实在前面 也都大师说过了 比如说增值税这个问题 那应交税费包括企业 依法交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 营业税 消费税营业税是价内税 增值税对于一般大税人来说 它是价外税 所得税当然很重要 我们单独有一张 并且用的时间会比较长 资源税 土地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 车船税 交易费附加 矿产资源补偿费等 那代扣代交 个人所得税也是他 应交税费 并不是说 建到税费 就反映到应交税费里面 你比如液花税 我们不用 汽税 耕地占用税 这些不用 一般来说 不是必须跟税务机关 打交道的这些 你不用 那我们下面看 第一个增值税 增值税在进行处理时 涉及有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就是一般纳税企业 小规模纳税企业不一样 科目设置 第一个是一般纳税企业 那在应交税费 科目下要设置 一个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还有一个是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这么两个明细 那其中的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又设多栏 代方有若干栏目 借方也有若干栏目 我们这部分内容 在掌握时 你可以去考虑到这些栏目 比如销向税额 进向税额 进向税额转出 什么出口税 退税等等 去掌握它 小规模纳税企业 简化的做法 就设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就完了 好我们看 具体的会计处理 第二 一般纳税企业 一般购销业务的会计处理 购进货物时 借库存商品等 应交税平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 代银行存款 那你销售货物时 奢销的借应收账款 限销借银行存款 确认收入时 代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从这里 大家会看到 是一个价外税 比如说 我们购进的货物 价款100万 增值税17 那你贷银行封款的117 付给人家 的钱是117 你给了供应单位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货物卖了 100万的东西卖了200万 那应收账款 所反映的数呢 这里面就应该是234 主营业务收入是200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是34 那什么意思 同样的这个货物 你从别人买来的时候 付人的钱 增值税是17 但是呢 我们卖的时候 从客户那边要收34 税本身 你是不是就多收了17 多收的部分交给国家 这叫增值吗 增值了 增值部分的税交给国家 你自己没有亏啊 因为你从客户那边收34 付给供应单位17 你不多得到17吗 多得到17要交给国家 你不能不交 国家也需要钱啊 我们要维护南海啊 要保卫钓鱼岛啊 这是它的概念 你会发现是一个价外税 第三 一般纳税企业 购入免税农产品的会计处理 你大致了解一下呗 按照买价规定的扣除率计算 进项税 准益从销向税额中扣除 之后是小规模纳税企业的会计处理 小规模纳税企业购进货物时 采取简化的做法 支付分值税 直接进入到货物的成本里面 他就没有抵扣这一说 所以像前面谈到存货固定资产出时计量时也说过 说有的税费包括增值税费 有时可能进成本 有时不进 那你得分是小规模纳税人 还是一般纳税人 那小规模就寄进去了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的时候 销售额 你用含税销售额 开的发票含税的 全部的 除以一家征收率 比如3% 除完了算销售额 然后借应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是不含税的 税的应交税非应交增值税 那之后呢 直接把这份交上去 简化的做法 当然了 如果说能成为一般纳税人是最好的 不要认为说小规模纳税人有多好 看一下教材上的例二 某工业生产企业核定为小规模纳税人 本期购入原材料 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原材料的价款 100万元 这里先说呀 已经核定为小规模了 支付的增值税额17万 企业开出成对的商业汇票 商业汇票付款这一方是应付票据 收款的一方是应收票据 材料已到达并验收入库 然后材料按实际创办核算 该企业本期销售产品销售价款总额90万 含税的 因为是小规模的 收入这一块都是含税 假定的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获款尚未收到 那该企业适用的增值税征收率是3% 我们看会计处理 小规模纳税人够进时 材料价款和增值税都进成本 117万 我们看够进时借原材料带应付票据 那就是117万了 全进来了 一般纳税人不是 一般纳税人会借原材料100万 应交税分应交增值税 即向税额17万 带应付票据117万 都这不一样 销售货物时小规模纳税人 90万除以一加3% 把它变成不含税的 因为增值税 税率3% 所以你换算成不含税的90除以一加3% 等于87.3786 这是不含税的收入 不含税的乘以3% 那就应交的增值税了 我们借方借记应收账款90万 这个数字是价税合计了 没有问题 那带方主营业务收入873786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26214 这么个过程 我们要掌握的概念 其实就知道 小规模纳税人 购进货物支付增值税 应该记住取得货物的成本 这是最重要 那下面第五 视同销售的会计处理 视同销售 原来按照相关的法规 谈的比较多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们会计上 不确认收入的比较多 比如说把自己产品 作为福利发放给职工 或者什么分配股票 鼓励 有时候对外投资等等 当时谈的不确认收入 但税法上说 要确认收入 视同销售 而现在 会计上 有很多做法 已经改变了 比如说 把自己生产的产品 作为非货币性福利 发放给职工 已经是确认收入的 接赚以后商品成本 那你把自己产品 作为鼓励的形式 分配给投资者 也都一样的 但确实还有一项 按照税法上 你应该要算 肖项税额的 会计上是 不确认收入 就是 一般纳税企业 构建办公楼等 不动产 领用自己产品 会计上 显然没有办法 确认收入 不是没有办法 你不应该确认 确认收入不合适 因为是 没有离开主体 没离开主体 就想确认收入 那 算什么样 在这 东西 这放他一转 收入来了 把那再往回 一闹 一去 又有了 这不行 因此 工程项目 不动产 领用企业的 生产产品 借在进工程 带库存产品 那下面是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 销项税额 这块算的是 按照技税价 那前面也谈到过 要是 生产线 动产 领用自己 生产产品 就不需要有 这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 销项税额的 因为你动产 以后卖掉时 按照这个价格 整个还要算 增值税的 那就重了 不动产 以后卖时 按照我们 现在的说法 是交营业税 就这样 两个不一样 这叫 适通销售 之后是 不欲 抵扣项目的 会计处理 不欲 抵扣的 一个说 你够近的时候 不能抵扣 直接计入 取得货物的成本 就完了 比如说 买的工程物资 就是用建 厂房等 不动产 好了 不能抵扣 就把增值税 直接计入到 工程物资里面去 我们买来的商品 要给职工 作为非货民 福利发放 那你也不要作为 竞项税额抵扣了 因为给职工 那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够近的时候 也不知道能不能抵 你可以先反映到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里面抵扣 如果说以后 不能抵了 再通过进向税额 转出的方式 把它转出 比如说 我们买进来的商品 有一些往外卖 有一些真的就想 作为非货 并非福利 给职工发放 你卖的这一部分 可以抵抵 发放的这一部分 不让抵抵 我们可以先都 把它反映到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 进向税额里面 然后你发放给 职工时 再把它通过 进向税额 转出的方式 去处理吧 没问题 再有 如果说 不动产 领用工程用的材料 这部分材料 原来构金 是用于生产的 当时可以抵抠 现在不让抵了 你就得借 再建工程 带应交 税平交 增值费 进向税额转出 说的是这个问题 那其实前面固定资产 部分都谈到过 我们再重复一下 构建极其设备 等生产 进行用的固定资产 动产 领用材料 是你不用往处转 因为本身买动产 买这种动产 像集气设备 支付增值税 都可以抵抠 那就借 在建工程 带原材料 但是构建的 办公楼等 不动产 领用材料 进行税额要转出 那我们再进行 会计处理时 借在建工程 带原材料 应交 税平交 增值税 进行税额转出 这么个过程 好看一下教材的例三 某企业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本期购入一批材料 增值税专用发表 著名的增值税额是20.4 材料价款一般 材料已入库 那货款已经支付 假如该企业的材料 采用实际成本 进行核算 材料入库后 该企业将该批材料 全部用于办公楼 工程建设 那你看 构进时 作为进行税额抵抠 借放原材料一般 应交税平交 增值税 进行税额20万4千 带银行存款140万4千 建的是办公楼 不动产 不动产领用时 要把原来构进材料的 进行税额转出 所以借在进工程 140万4千 带原材料120万 应交税平 应交增值税 进行税额转出 转出的时候 20万4千 最后寄到 在进工程里面去了 这么个事情 那这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是 流动负债的一部分内容 那总体来说 重要的东西并不是太多 都是一些 非常日常的 从诸师考试来 角度来说 相对来说 不太重要的心理 好 这一刻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